好 现在我们继续关注一下比赛啊 目前来到了第四局 丁俊辉暂时领先 丁俊辉啊 左下底带有一颗长台 看一看咖啡 能不能切进 没有打进 这样 也是漏给了 机会啊 麦克吉尔打进以后 看看黑球右下底的连接 嗯不错 连打带K 第一局或者还有第二局啊 都是以丁俊辉单杆过百拿下 后背 麦克吉尔反反杀一局 看看这局表现怎么样 又下底 中高官 大力的一冲 但是没有打进 看看有没有留下机会给到丁俊辉 左侧的中带可以切一下 中高官 切完以后去打那颗咖啡啊 带口球的咖啡 这样打完以后 最上方的红球也是能被处理 嗯 给到一个裁判非常英俊的镜头 调了调没啊 这样左上顶 篮球的一个中长台 打完以后定一下去切右下底带 嗯 轻轻的往前推了一步 右下底带也是可以有单下 嗯 非常不错 这样黑球也是可以叫到啊 打完黑球啊 将比分超过麦克吉尔 这样连接的话 看看有没有组合球 就是粉球下方这一颗 还有左下方 看看能不能传进 是有组合的啊 左下底带的组合球 出干 打进非常漂亮 嗯 左侧中带的粉球 看看能不能切一下 嗯 顺势要顶一下 红球队 但是目前 局势是越打越难了 看看是不是要做一杆防守 想想走右上顶带 但是没有打进 看看有没有留下机会 嗯 麦克吉尔也是没有特别好的上手机会 嗯 右上顶是有一个长台的 看看麦克吉尔进攻欲望怎么样 或者说是能不能打进 嗯 非常不错的准度 这样右侧的中带 继续粉球的连接 打完以后去叫最右边的红球 打完以后去叫黑球 嗯 打完以后去叫黑球 嗯 看看右下底带 有一颗单下 顺势K了一下红球 将球形打散 也是叫到了黑球 打完黑 滑上去 右下底带的 单叫这一颗 23 嗯 逛带没有打进 准度还是 差了一丢丢啊 这样机会是给到了定峻辉 左下底带 带口球 薄一下啊 应该是可以薄进的 嗯 没有问题 打进 这样粉球需要一个架干 左下底一个大角度 看看定峻辉 能不能打进 有了 通心入带啊 非常不错 这样左下底带 也是有单下的 现在台面还有51分 定峻辉 暂时落后5分 切一下左侧中带的粉球 继续同样的带口啊 左侧中带 嗯 现在要处理最后一颗红球 看一看麦克基尔啊 憨憨的 嗯 吃一库弹起来 嗯 篮球一个向上的角度 打完以后去叫黄 嗯 这个角度是没有问题的啊 最后的青彩球了 打完咖啡超分啊 嗯 没问题 这一局 定峻辉拿下 也是同样是拿到了赛点啊 让我们期待下一局 定峻辉的胜利 嗯 恭喜定峻辉拿到赛点 谢谢 谢谢